好的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黑暗之魂2的DLC流程实况 当然是算上本体的话已经是23级了 太阳万岁 然后呢今天这个上一集呢 我们也是毫不费力的捅穿了这个DLC1 完全没有受苦 然后接下来呢就是我们要去继续 一个DLC一个DLC来我们去攻陷第二个DLC 但是上一次这个也是活石化 发作了一下把DLC2给记错了 并不是这个冰冻的艾斯洛耶斯 这个是DLC3 所以呢我们正确的顺序应该是去找铁之谷王的那个DLC 才是真正的DLC2 那无所谓啊 但是顺序其实是无所谓的 但是呢就按照顺序来吧 所以今天我们就去找铁之谷王 在见识找铁之谷王之前呢 我们可以给大家演示一下DLC1遗漏的一些东西 玩家玩到这个地方呢就会 到现在为止呢就大家身上装备有很多了 比如说有些这些特殊的装备 特殊的装备 比如说一周末一个的那种骑行过程的装备 比如说三地之枪 比如说这种恶魔大锤 这种带有独特性的装备 这种装备升级呢需要光辉卸行石 只能加到加五升级满一个需要 需要满 需要那个什么需要15个光辉卸行石 然后呢还有那种boss魂 换的那种boss魂武器 比如说这个熔铁剑 比如说这个 这个禁之骑士的荆棘大剑 这些武器呢都是需要龙骨化石来进行升级的 那这些龙骨化石跟那个光辉卸行石 到底从哪里得到呢 对吧 大家那个小伙伴们就开始迷惑了 因为升级一个毕竟要15个还是比较多的 那这里呢我们就可以利用DLC1的一个特性 我们现在在这个篝火呢 是这个DLC1 第二个篝火叫做七刀塔 我们在这个位置 我刚刚没有喘一次 然后在这个篝火 这个位置天火 就是完成了一次 就是另外一个邪恶的仪式 巨人王终于可以稍微喘一口气了 我们在这里放一个萤火的探究者 把这个七刀塔这个位置刷新成 增加它那个篝火的温度 然后呢这个温度 这个篝火温度增加呢 就除了铁宝箱 以及这个已经触发的机关 不会改变之外 所有的木宝箱 还有这个地上这种小人魂 这种尸体上的魂都可以刷新 这里呢就可以得到一个干缩草根 当然这种不重要的东西 你可以不剪 我直接这边完整的演示一下 然后我们在这边 前面里面 这边这个人的这个魂呢 是十个硬币 十个硬币 这个硬币其实你需要的话可以用用 但是其实并没有什么卵用 然后前面这个地方 这个小人身上是一个收束灵魂块 如果你只是用来刷那个东西的话 你就不是很必要 前面两个东西我们加速跑过去的话 可以用一个丝香 然后这些怪物就会傻不伦伦的去戳这个东西 傻不伦伦去戳这个东西 相当于是一个加强版的引诱骸骨 他们就会傻不伦伦去戳 这边我们直接进去 然后这边这个门已经被触发了 即便天火的话也是不会变的 除非你进去澳洲母 然后这边可以得到三个龙力护符 跟一个伟大英雄的灵魂 龙力护符好像是解除异常状态 并且回血的一个道具 并没有什么卵用 然后我们这边继续往前走 伟大英雄的灵魂的话 应该是 应该是怎么说来着 两万魂一个吧 算是比较多的一个魂 然后这边有个宝箱 我们把它给触发开 可以得到一个 萤火的探究者 然后这边这些怪在那边狂揍我们 这个思想 我们就不用去管它 大家这边也已经领悟到了是吧 悟到了什么 用添火的方法可以得到一个萤火探究者 说明这个片区域是可以 理论上是可以无限添火的 然后 我们在这边使用一个思想 哎呀 我居然触发了这些东西 然后这边也放 放一个这个 思想 然后我们这边就可以得到 三个光辉卸行使和 三个龙骨化石 左边那个箱子是一些 变质用的 就是比如说是那个 呃 好像是一个雷光石 加一个什么石 这种石头其实是不缺的啊 无所谓的 如果你需要的话也可以刷 啊 于是我们花了区区 大概几分钟的时间 我们就得 就 呸 呸 我们就得到了三个 龙骨化石 跟三个 这个 光辉卸行使 也就是说你花个十几 十来分钟 你就可以 把一个 boss温的武器 或者说一个特殊武器 加强到 呃 加五 就是加强到顶级 所以说这个boss温的武器 就可以 呃 随便加强到最顶级 然后去试用一下 因为这个武器 第一是看它出招 第二是 伤害的话 必须把它加强到顶级 你才会有个比较直观的认识 觉得这个武器 到底适不适合你 你喜不喜欢 才会有一个比较 合理的一个判断 所以说这个 所以说这个东西的话 如果 以前没有DLC的话 就会比较苦吧 只能去那个 龙祭坛去刷龙 刷那边的宝石结晶虫 然后温度高的话 宝石结晶虫的血量 非常的高 然后你就 很受苦吧 没有办法去 那个 到了高周末的时候 宝石结晶虫 连秒都秒不掉 很难去刷 很花时间 但是有了这个邪教之后 就是七刀塔 DLC一七刀塔 邪教之后 我们就可以 无限的去玩 这些boss红的武器 然后上 在那个 既然是DLC一 我们得到了这个最龙 最终boss最龙 换了这个约亚之枪之后呢 那我们就干脆 就在DLC二里面 就干脆就使用 这把约亚之枪好了 入我的长枪神教 长枪跟骑枪是不一样的 但是这个约亚之枪 其实是一把 介于长枪跟骑枪之间的装备 因为约亚之枪双持的话 跑步加轻攻击 是一个骑枪的动作 是一个骑枪动作 但是它的单手情况下呢 又是一个长枪的动作 但它那个长枪动作 它是比较厚重的一个动作 但左手这把猎龙枪的话 就是速度比较快 是传统的二连筒 然后这把骑枪的话 就是比较慢 它是轻攻击的话 是一下轻攻击 然后再接一个骑枪的冲锋 是一个骑枪跟长枪之间的装备 是我双神教的装备 我也比较犹豫 到底是哪把武器放到主手上面去 不过也无所谓了 然后左手这把猎龙枪 是猎龙人换的一把武器 是雷属性的枪 但是呢可惜是不能变质 也不能附魔 比较弹腾 OK 这边我们装备一下正式的装备 打这个DLC的话 我想想 这把Boss温的武器 应该是可以加强的吧 应该可以用这个 妖枝 再装一把太阳骑士的弓箭 好 然后这边这个DLC 他终于是可以使用我们太阳骑士正义的毒箭了 这边的话我们身上装备就不穿了 保持负重在50%以下 翻滚的动作跟那个 跟那个什么 跟那个精力回复都会有加成 然后再有加成的话是25%以下 但是我们可能做不到了 好 这边我们把身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给卸了 然后装备一个 我想想 既然是 妖术之条的话 我并不行 我们还是用黑暗武器吧 还是用武器共鸣吧 再装备 随便用吧 再装备 两个阳光之剑好了 瞎用呗 然后换上魔女黑之 我试一下这个阳光之剑能不能 都可以 约亚之枪是可以附魔的 但猎龙枪就不行了 好 那么就就这样 我们就直接出发 去打这个DLC2 DLC2的话应该是在铁之 古王的这个 篝火那边 诶这个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天篝火了 就之前那个DLC1 刷那个洗澡塔的话 一次可以得到 还好像还是有人像这种东西的 还有人像 诶等一下 卧槽 这边居然有个红魂 难道我这边没有打过吗 这红魂很强的 但是在我骑枪神将面 长枪神将面前 还是只能被我们虐 他拿的是一把恶魔大锤 我们长枪神将就是突出一个攻击范围长 就是可以无限的猥琐别人 诶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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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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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澳洲木初見你沒有刷過什麼武器的話是一個比較難打的一個BOSS 比較難打一個紅魂 誒我靠 就比較比較猥瑣的一個 什麼 什麼 有這麼強嗎 不對不對 哪裡不對 其實黑暗之魂呢他是講究一個打怪的時候並不是講究正面的 就很多時候他是講究一種方法 當然正面也是一種方法 就怎麼打正面 當然打這種怪物的話我們是有一個比較好的方法的 就他不是比較靈活嗎 然後又不能被刺 那我們就可以上這個梯子 對吧 紅魂是無限追你的 所以他也會追上來 然後你就懂了呀 誒說好的把他推下去呢 嗯 那我們也有關係啊 就跟他繞唄 等一下我被這篝火卡住了 反正我比你長 哇 牛逼牛逼 只能說牛逼 但是 沒有任何意義 啊 這紅魂就輕鬆被我們交做人了 誒 那這麼說的話 是不是那邊那個 澳洲木的BOSS我也沒有打呀 我這個什麼時候添了一次火我都忘記了 嗯 難道我還要打澳洲木的這個 鐵之骨王嗎 我也無所謂 嘿 這邊還有龜龜 澳洲木的龜龜有這麼猥瑣嗎 出不到他 戳不到他 哇 哇 真是夠了 真是夠了 哎呀我去我澳洲木的鐵之骨王真的沒打呀 好吧 上來還得先打鐵之骨王 真是 真是的 不看了 先怎麼回事啊 四個人就想叫我做人 這種BOSS就很菜 不過刷了這個鐵之骨王應該是可以 可以拿到一個澳洲木的靈魂吧 哦哦哦 等一下 應該是可以拿到一個澳洲木的誰的靈魂來著 忘記了 哇 進了 哎 哇 操 哇操 啊疼疼疼疼疼 喝一口 啊他已經死了 真的很菜 二周木的鐵之骨王會給一個什麼 哦 骨王的靈魂 骨王的靈魂 嗯 是一代的四王之一 行了 也是一開始就經歷了很多的小插曲 然後我們打死了這個 鐵之骨王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進入這個 骨王的DLC 嗯 這邊是什麼 通往骨王的路徑 水已結 陸與絕 鞋之誘惑已消減 還押韻啊 鐵之骨王 其建造之塔 現為黑暗與舵子佔據 凡泛進去者 必為王者的苦難啊 說我們要受苦了 沒有關係 然後在打這個鐵之骨王的時候呢 就是 鐵之骨王DLC的話 裡面有 三個BOSS吧 都是很強的BOSS 可能DLC一教會我們的是 就是 你要知道 Chin'o的威力 然後鐵之骨 這個鐵之骨王的DLC 可能就告訴你 真正強力的單體BOSS 是什麼樣子的 然後的話 好像是 在這邊你留言 還不知道怎麼回事 好像是可以把 沒有買這個DLC的玩家 招到這個DLC 讓他試玩一下 好像是 救救我啊 有人已經在這邊 被幹翻了 我沒有試過 也不是很清楚 決定 把這兩個槍的位置換一換 我覺得右手 放一個靈活一點的 輕攻擊的武器 會比較好一些 也是 反正是 正好BOSS魂換了一把 長槍嘛 我就直接用長槍了 反正很隨意 我們這種 太陽騎士水平高的一逼 當然你要問我 你究竟是哪個神教的 就是 我只會微微一笑 對吧 這個俗話說的好 這個 這種叫什麼 存行而妄逸 存行而妄逸 真正的這個高手 是根本不在乎 一招一試的 對吧 西門吹雪 或者說是獨孤求敗 他那個招數之間 用最高進點便是 一草一木 皆可為劍 對吧 所以說 你不用在乎什麼 到底是重劍無風 大巧不攻 還是說是 用那個什麼 還說是用一把 什麼清零的小劍 無所謂 只要我們心中是雞腿 那我無論用什麼武器 就能用出雞腿的意境 如果我們胸中是這個巨劍 那麼我們無論用什麼武器 都是 橫掃一切 對吧 無所謂 好 那廢話不多說 我們就正式開始DLC 然後在DLC裡面 我們進來 就會看到一個 這麼一個東西 我們就可以拿到一個 熔鐵之氣 有六根 這個就相當於是一根 就是 俯衛妹子使用的按摩棒 嗯 之後就知道了 然後我們這邊呢 就是 往這邊走 可以看 從在這根鐵鎖上 可以觀看一下 這個DLC大概是一個 什麼樣的一個結構 是兩根高 三根高塔 三根高塔 這邊 左側這根高塔呢 是一個支線 你可以去可以不去 下面呢 有一把武器可以拿 然後這邊 這個高塔 就是主要的BOSS 還有那邊的高塔 也是BOSS 這感覺就像是 好像是那個 海德聚火塔的感覺 嗯 無所謂 好 這個DLC呢 就講的是 好像是鐵之谷王的 傳奇的一生 以及他這個國家是 是怎麼樣滅亡的 還怎麼樣的 反正有這麼一點故事 在裡面 OK 好 黑五之塔 我們點亮這裡的篝火 鐵之谷王的DLC裡面 是有很多好東西的 那我們就慢慢來 一點點走 當然我不是很熟 第一個DLC 我還是比較熟悉的 這個DLC就 不是很熟悉了 無所謂 然後很多玩家 一開始就特別糾結 想要跳下去 想跳這邊的塔 其實沒有必要 之後的話 這邊會那個 電梯會觸發 我一開始就傻不愣愣的 就往下跳了 或者你從這邊往下跳 也是可以的 但是其實不必要 前面也可以直接走 你走到這邊 會突然出現了一個 非常燥熱的妹子 她會發原力 以及這種混沌火焰 很強 第一次我還有雷槍什麼的 用弓箭什麼的去build 其實不必要 我們就要衝過去 就她使用熔鐵之氣 就一開始我們得到 六根熔鐵之氣 俯慰她燥熱的心靈 深深的插進去 然後她感到舒服了之後 她就會消失 相當於是一個教學吧 然後在這邊我們可以得到一個 煤炭 納德拉的靈魂 一個 這是一個靈魂的碎片 我們把這邊 所有的這個煤炭雕像 全部插 插掉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 就得到一個完整的 煤炭新娘的一個 一個這個這個這個靈魂 這個故事應該講述的是 一個NTR的故事 OK 這邊分兩條路 這邊可以下去 這邊下去是什麼 只能得到一個敏捷戒指 好像是鑽在身上的話就可以 這個好像是增加你的敏捷吧 好像是加五點 並沒有什麼卵用 好這邊是正路 這邊就可以直接下去 所以之前是不用跳的 如果你一開始有的玩家被那個 煤炭新娘的那個那個 給嚇尿了 就可能會直接選擇從這邊跳 因為打他是沒有效果的 嗯 然後就只能就是繞路 可能被他打的比較慫 就只能繞路 好我們從這邊跳下去 應該是沒有什麼隱藏門吧 這邊是不能跳的 一跳就死 好前面就正式開始遭遇我們這個地圖上的boss了 地圖上的那個小怪了 很陰 這邊沒什麼 往前走的話就會出來這種雙斧兵 攻擊力 巨高 只能說巨高 然後的話他們還會 一招非常強大的跳劈 就是從很遠的地方突然跳下來給你一刀 一周末的話 因為兩根長槍這樣 雙持之後 兩根槍一起捅 就直接捅死了 然後就並沒有什麼卵用 並沒有什麼卵用 然後你下去的話會出來冒出來一大堆的騎士 好我記得後面也會冒出來一個 並不會 有的時候他會從雪裡面這樣鑽出來 前面鑽出來一個吸引的注意力 然後後面突然又鑽出來一個 然後不小心勾引出了三隻 怎麼辦呢 打這種東西就是勾引他出手 然後在他硬直的時候戳他一下 有一個反擊傷害 但是長槍的反擊傷害是比較低的 哇靠神他們跳劈 長槍的反擊傷害其實並不高 但是也足夠用了 而且傷害很高 然後你在這邊也可以用騎槍 騎槍打他的的話可以戳出硬直 也是不錯的 這個怪的好處就是 他們起碼可以打出硬直 所以的話就並不是很擔心 像DLC1那樣 就能戳他一下 就是被馬上幹死 其實還好 但騎長槍這種東西說實話 還是比較擅長打 打那個單個的怪物 這邊有隱藏門嗎 就是如果群毆的話 就傷隊而言稍微不是很擅長 但也還好 OK我們這邊繼續往前走 嗯 雖然不是很熟悉啊 但現在只是沒有什麼 都是單線的 所以無所謂 這邊有傢伙留言啊 前面有寶物 所以接下來左很有用 我前面記得是一個不是很重要的東西吧 啊 黑 香油 好吧 雖然沒什麼卵用 但是也給你評價一下吧 誒等一下 哎呀 看來這個遊戲就不讓我給你評價了 好給你評價一下 灰灰雪 可能這傢伙在打一個非常強的boss 然後突然回了一下雪 他就活過來了 嗯 這裡得到一個鐮刀加7 不知道什麼意思 我都認為這個遊戲 我覺得如果製作人 還像一旦那麼用心的話 無論什麼地方 給什麼道具 他都應該是有一定的這個故事在裡面的 或多或少會有一些故事在裡面 然而 嗯 我不知道這把鐮刀 可以弄了個加7 我不知道 意義何在 或者說他的故事在哪裡 接下來女孩有用 但是洞穴 好硬蕩呢 前有寶物 哦 我都沒看到 真的欸 這個鐵寶箱在這邊 跟這些木箱疊在一起的話 真沒看到 啊 得到一個圓盤 一周目一個 天火沒有用 因為是鐵箱子 好 我們這邊下去的話 似乎是一大堆怪啊 哦 這邊有一個煤炭新娘的這個 這個 雕像 在這個雕像邊上所有的小怪都會得到加強 他們會回血 而且 就是 好像是殺不掉吧 會殺 可以殺掉 但是會很強 所以這邊我們就要拼了命去 先去 插一下這個熔鐵之氣 然後沒插成功 沒插成功也得插呀 在我們在插的時候我們是無敵的啊 無敵的 然後我可能要死了 要死了 好吧 這裡是 真是群毆啊 兩刀不就被帶走了 還要應付這麼多的怪 非常慘 好吧 反正我第一次來沒死 但是 現在居然死了 可能第一次插棍子沒插進去 然後就 死了 好吧 無所謂 算是今天啊 今天也不是醫學了 恩學了已經 慘啊 我們超近道吧 反正這傢伙已經 死了 接下來這些小怪就不足為率了 你看到那種 身上像是被燒成灰一樣 露出一些那種 煤渣的那種怪物的話 打他是這個 就是打不死的 如果冰上有那個煤炭新娘的雕塑的話 是打不死的 就是 那就很麻煩 出來 他會像那個 有骷髏法師存在的時候 那種小骷髏 骷髏哥 一樣不停的復活 神他媽 刺劍 來跳P 好 直接過去吧 那邊那個怪不理他了 接下來我們這種 面對這種群殴的場景 還是非常多的 我覺得這個地方 就類似於一個下馬威吧 這邊也可以跳下去 待會吧 就類似於一個下馬威 就教你做人的意思 我們先進去把這邊這裡的 小怪給捅掉 好 外面的怪應該會跟進來 先把東西撿來 武導之火 是一個咒術吧 誒 等一下 誒 我擦咧 我靠 居然差點被教做人了 長槍使用還不是很熟練 我把這邊地上的怪勾引出來 哇 這種長槍 雙持居然可以直接秒掉啊 真是有點厲害 好 煤炭新娘的靈魂又是一塊 我們記得現在身上一定要保留 四塊吧 現在肯定不行了 沒關係沒關係 並沒有什麼 不用在意我說的話 好 殺掉 這邊是 並沒有什麼卵用吧 不能跳下去 並不能跳下去 OK 靠這個傢伙怎麼跳上去的 牛逼啊 繼續往前 我們雙持 就一起戳的話 好像是那個 在反擊狀態是可以把怪秒掉的 但是非反擊狀態就要兩下 攻擊力差一點點 先有礦石 暗淡古石 並沒有什麼卵用 我們先下去 我記得好像到這裡的話 後面會竄出來一個怪 哎呀對 就第一次來的話 就 並不知道還有這種神奇的設定 就前後各有一個怪 前面這個怪還是一個拿盾的 前面這個怪還是個拿盾的 嗯 一周末這個DLC還是比較簡單的 德羅伊護符 沒什麼卵用 相對而然還是比較簡單的 畢竟一下就戳死了 二周末的話可能會稍微難一些些 好像這兩個鐵箱子是很菜的東西我記得 古老灰堤石枯萎的黃昏草 你至於用這種東西 你需要用一個鐵箱子來裝嗎 好菜啊 靈魂容器有個卵用啊 這邊是什麼 翻滾萬歲 給大家一個評價 為什麼呢 這的那些罐子裡面是水 然後你身上有水的話 就是一個失身的狀態 你的雷抗會大幅度下降 然後呢 前面有一些那個 會出現一種新的怪物 叫做 好像是一種會使用奇蹟的法爺 他們用的都是雷屬性的傷害 所以呢 你只要失身狀態被他蹭一下就很爽 很酸爽 遠距離作戰 前面有這種捧著這種炸藥桶的小怪 小怪 實際上他們是不會打你的 除非你去主動去打他們 不然的話他只會不停的這樣嘗試去遠離你 然後他們會亂跑 然後跑到這種火上面 然後就把自己給炸死 非常的蠢 非常的愚蠢 然後之後可能會利用到這些小怪 去炸死一些怪物 或者說用它去 用他們去炸開一些牆 是比較萌的一些怪物 比較萌 捅哥 我們就管他叫捅哥吧 然後這邊有一個這種 鬼一樣的怪物 他們經常會自己被火燒死 然後他們一手是拿著這個 虛無大弓 一手拿的是一把劍 然後是腳虛無 他們是不會被戳出硬直的 然後無論是近戰遠戰都很強 你打慣了高周目的 打這個一周目的感覺他好脆 並沒有什麼 然後這邊有一些捅哥 我們記得遠離他一下 或者我們看了不忍心 我們可以用火箭 去正義的太陽騎士的火箭 去給他來一下 他也會炸死 之前也可以在這邊用火箭去點爆這些捅哥 把那個虛無 那個鬼一樣的怪去炸死也是可以的 這邊有沒有箱子 看一眼 啊並沒有 好 那我們走吧 迄今位置都非常的順利 火但是洞穴 巨人但是洞穴 什麼鬼啊 完全不知道他們在說什麼 可能在英文版或者其他版當中這些有些隱喻吧 各種不知道 這邊有個輔哥 感覺這DLC好不猜啊 這個DLC裡面小怪就相對而言 稍微差一點點 就沒有那麼強 這個DLC裡面 比較強的是BOSS 我靠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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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靠你還會扔火焰狐 我靠金了他扔火焰狐 哇金了還好還好 還好我伸手好呀 護手袋 護手袋是一個拳套 在那個如蜜的老婆婆那邊也可以買到 前面應該就是一個篝火了 就是一個篝火了 我們先蹲一下 這邊好像是開不開吧 嗯 我們得繞過去開才行 我想想這邊是什麼 這邊是什麼 哦是下一層 是下一層 這一層現在過來的話 電梯都沒有開 來的話有必要嗎 啊有 有 我們先等會吧 一點點來 先不著急往下走 先在這邊把這邊的門都解鎖了 啊這邊有一個鬼樣的東西 什麼 他居然能夠射到我 光輝 那邊的光輝卸行石 如果你的那個陰火灘救者很多的話 嗯 這邊是沒法開了 這邊是沒法弄 那只能走那邊 好吧 走吧 走 這裡好多血跡啊 那邊那個怪是燒死了嗎 唉 執著啊 看來我們槍兵就是這麼耿直 嗯 嗯 這邊暫時都 沒什麼卵用 這些電器都是沒電的啊 待會兒給他插上電 他才會動 這邊的話 我想想 先下去吧 在這邊有這種捅哥 我們不要著急殺他 我們可以把他給這樣趕下去 他就會從這邊下去啊 然後 之後可以用點 點爆他們去炸死那些怪物啊 那捅哥對我們真是好 嗯 這邊是什麼 這邊怎麼這麼多血跡 親有同伴 所以你不是對手 為什麼 哦 可能澳洲墓這裡有暗鱗吧 嗯 我們把這些東西給扔下去 把他們給趕下去 啊 筒哥就下去了 嗯 在這邊 下去的話 會比較慘 因為下面有個煤炭新娘的這個雕像 嗯 我們正確的辦法是 其實是使用一發私箱 然後把那些怪物給勾引過來 嗯 但是我們身上私箱沒有帶 我們可以使用引誘海骨 不知道有沒有引誘海骨啊 應該是有的吧 七個 還可以 還可以 不知道行不行啊 然後使用我們這個正義的火箭 欸 感覺也不用使用毒箭了 因為四發火箭就帶走了 四發毒箭 就算不帶走的話 中毒也帶走 還不如火箭快一些 這傢伙 好 好 好 弄死一個 這邊 相對熬炎是比較受苦的吧 算了下去拼了吧 多大點事兒 拼個毛啊快上去 好 傻了吧 居然爆頭了 鎖定打的居然也能爆頭 好強啊 欸 然後這邊有一隻這種 大個子 這種大個子的話 我們可以考慮把身上的這個戒指換一換 換成貪婪金蛇 嗯 然後帽子帶一個小丑 因為他這個大個子會爆出一把 就是雞腿俠 我們雞腿俠最 最強的雞腿 我靠 驚了 捅個一個連環大爆炸呀 我靠 全都死了 好強啊 這都在都是在我計算之內的 好 那邊好像爆了 他那個爆了 他會爆一把就是雞腿俠最強的雞腿 好像叫熔土雞腿還不知道什麼雞腿 就是最強的雞腿 比龍 比龍 就是 比那個 呃 惡魔大吹還要強的雞腿 好 哇靠 金了 夠了啊 插一下 服衛一下這個妹子 我記得好像一共有12個 還不知道多少個這樣的 這樣的東西 嗯 是存 呃 有種存在的可能性就是 發險不夠 因為有些boss的話 你 不把那個東西給弄掉的話 你是 什麼黑火焰狐 就是你不把這個東西給 嗯 清掉的話是 沒有辦法沒有辦法打的 比如說 大名鼎鼎的煙騎士 如果你不把他周圍的那些 那個 這些煤炭新娘的雕像給清掉的話 就會回血 好 這邊他說千有強敵 其實並沒有啊 只是一個 這麼一個東西而已 啊 只會飛而已啦 並沒有什麼了不起的 蟹星石大碎片 乾縮草根 光輝蟹星石 人像啊 並沒有什麼卵用 等一下 剛才那個地方 我是東西已經拿完了嗎 我有點 絕對不太對啊 不行我不放心 我回頭再看一下 上面那隻怪是打不到的啊 沒有辦法了 我看一下 哦應該是應該是搞完了吧 應該是打完了 哦 這邊可以在這裡 用這個 東西把這隻怪給狙掉 但是並沒有什麼卵用 不許管它了 哦 應該是沒露什麼了吧 好 那我們繼續前進 嗯 第一次做 第一關做這個 第一次這個視頻的話 嗯 我也不知道該做多久啊 就先這麼看著吧 因為要打BOSS的話 離這些小怪是比較遠的 我感覺 好 前面要當心雙人組 接下來又輸很有用 好啊 這邊就是 就是你繼續往前走的話 你會看到前面有一隻法爺 然後這隻法爺 就是我們前面會刷出來一個怪 然後我們屁股後面再刷出來的怪 就會變成一次 3P啊 然後我們就沒辦法 我們先去把這個法爺給弄死 先把他給弄死 好這個法爺近戰也很強 嗯 他那些奇蹟都是多段傷害的 好 再往前走一點點應該出來了吧 啊 就這邊吧 先會冒出來一個怪 然後我們身後 也會出來一個怪 啊 然後並沒有 嗯 應該是再往前一點吧 對對對 再往前一點 身後就出來一個怪 簡直不要連 一寸長一寸強 哎 對吧 哎等等等等 我不要被推下去了 哦 你用提槍的話 也可以把這裡的怪物給推下去 還是不成問題的 這個小丑帽子戴了 我的負重就變了 嗯 一寸短一寸險 這邊有個法爺 這一個法爺的話 跟他單挑就沒什麼問題 他近戰的時候 他會切個匕首 而且攻擊力很高 啊 還會被刺 不知道會不會被刺 反正就很強 就是你覺得他好像是個柔弱的法爺 其實他只是坑你的 他真正強的是他近戰 你走過去想欺負他的時候 就會被 分分鐘被絞做人 別問我是怎麼知道的 好 打到現在都沒什麼 沒什麼難度啊 好這邊有兩隻 這邊就是攻守 躲一下 什麼鬼啊 嚇尿了 其實理智商應該先去點一下篝火 不過這裡都沒有怪了 還怕什麼 哦 這邊這個東西就是 如果你看到地上出現一個魂 然後突然心神一盪 誒這是什麼 然後就 被一個怪 烏青跳皮給跳死 英雄的靈魂 英雄的靈魂 誒前面那隻怪呢 誒 我記得前面有隻斧兵啊 他掉下去掉死摔死了嗎 道具 偉大英雄的靈魂 他應該摔死了吧 哼 好這邊就清光了 然後我們這邊有幾個選擇 我們看看身上的 那個按摩棒還有多少根 還有三根 啊 死活不夠了 嗯 我們可以考慮去做一下篝火 我好熟練啊 啊這邊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篝火 叫做中央部 怎麼感覺有點茶水錶的感覺 就中心層吧 好像就是 是這個 這個DLC當中最常用的一個篝火 法術結晶石戒指 這邊會得到很多 加抗性的戒指 加三的戒指 那是非常好用的 嗯 這麼一個篝火是就是 反正之後會頻繁的用 因為你會頻繁的死 所以會頻繁的用 就是這樣 嗯 在這邊的話 我們可以考慮先 蹲一下 我們去拿一下 榮華大劍吧 其實這個DLC應該算是有四個boss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 還有一個紅靈 他也應該算是個boss吧 沒有見過這麼噁心的紅靈 我也沒有什麼特別好的對付他的辦法 啊有 但是不太想用 好 然後這邊我們就去搞一搞那隻紅靈 穿過這邊這個 這根鐵鍊呢 我們就可以到達一個塔 就之前我們看到的 離那邊最遠的那個 左側的塔 就是一開始我們眺望的時候 嗯 這個塔其實並沒有什麼 就是只是 裡面有一根榮華大劍而已 然後會讓你見識到這個製作子的愛 惡意啊 這裡的DL 這裡的一個MPT叫做 騎槍大盾馬雷達 哇靠 拿的是一個反叛大盾 等一下 然後你跟他打他 他現在居然跑了 你看到沒有 他居然跑了 就是說 他這個東西啊 他就是勾引你下去打 然後下面的話就是一些 這種 灰靈怪 就是有那個一個煤炭新娘的這個 雕像在那邊的 嗯 有個煤炭新娘的雕像在那邊的 然後那些怪物都殺不掉的 然後你 當你去路上去被這些怪物阻擊 然後你還要去 去搞那個馬雷達的時候 你就會 被這個馬雷達 瘋狂的打 這些惠靈怪是殺不掉的 而且他們血量會很厚 我們先衝下去 去強行開那個勾 去那個煤炭新娘的雕像 然後在這個地方 我們會被非常快速的詛咒 啊 非常快速的詛咒 一會兒就失去人身了 然後這個馬雷達可以看到在那邊 等我 在門口等我們呀 他會扔這個 屎塊之類的東西 啊 估計這裡我們要死了 等一下 我們是個輕易放棄的人嗎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喝一口 好 我們先上去啊 不著急 雖然他這個紅靈的AI非常的坑爹 就是他會打不過你就跑 但是在這個DLC裡面 其實他還是有這麼一個設定的 就是他 他經過第一段這個 就是逃跑這個AI判定之後 接下來他應該會 嘗試去那個 嘗試追你 就是變成一個正常紅魂的AI 吧 大概 嗯 先 先把這些小怪給弄掉 区区一個馬雷達 反正 反正 就第一次過來的話 就是 看這麼一個紅魂的AI 會覺得非常的奇怪 像其他地方的紅魂 就是見到你就狂幹不止 連跑都跑不掉的 但是這種紅魂AI 居然就是 誒等一下 我們切出去了 這種紅魂AI居然 居然是 居然是跑跑啊 等一下 他邊上有隻怪呀 我決定 稍微機智一點 來 單跳啊 做一個紅魂 他應該是會追過來的 然而我被打臉了 難道不應該嗎 我記得是會的呀 嗯 馬力達人呢 他人呢 他人呢 好 哇 好 穩一下 想讓我受苦 不可能 雖然我第一次看到這個馬力達 的時候被他坑死了 大概十幾次吧 但是 這次就不可能了 因為第一次看到他 打了半天他居然跑了 然後下去就被瘋狂詛咒 瘋狂圍毆 然後 被一大怪圍上來 我就死了 他在 而且你被這個紅魂殺死的時候 他會嘲諷你 他會在這邊等著 嗯 但是你忘了 我可是個太陽騎士 對吧 我可是個太陽騎士 然後他會在這邊喝血 如果你想跟他耗他一下 然後他會慢慢走 他就會喝血 啊 但是 別忘了啊 我可是一個正義的太陽騎士 啊 作為這種紅魂 我們總是有很多辦法的 這說的難聽一點 你跟一個太陽騎士 比劍 對吧 你怎麼可能比得過嗎 他嘗試喝血了 但是我們是不會給他機會的 我們既然有正義的毒劍 自然是不會讓你這種 卑鄙小人得逞的 好了他已經死了 欸 居然沒有 他已經死了 欸 居然沒有 好 既然勇敢地追上來 我就跟你堂堂正正的決鬥 等一下 給臉不要臉啊 好 他就死了 呵呵 我們就是這麼強啊 嗯 嗯 我們這樣子不太好看 我們可以考慮 重新變成 鮮嫩的模樣 嗯 把這個煤炭新娘的這個 雕像給插爆之後呢 就不會有那個詛咒了 之後還會遇到這種情況的 嗯 前面還有一隻這個弓兵 能不能勾引上來打呀 下面好多怪的 應該帶個四箱的 好 沒有四箱也無所謂 嗯 長牆現在是用的很順手啊 果然一寸長一寸強啊 這邊 這邊還有個用擠的大哥啊 挺強的 果然是 這個遊戲果然是各種神教啊 好這邊這個鐵寶箱裡就可以拿到 拿到個鬼啊被坑了 哇 好強啊 牛逼牛逼 好 這種怪物想要殺我們還是 差得稍微有點遠 好 就拿到這把 榮華大劍 嗯 非常騷的一把武器 為什麼呢 他其實看上去跟普通的武器一樣 但是呢他有一個這麼一個特性 首先是他必須是拿在左手啊 他那個這個說明裡面也說了啊 是左撇子 然後拿到左手之後 我們用左手 好像是左手雙十吧 然後就用他的左手的輕功 重攻擊啊 並不是左手的輕攻擊 也不是啊 應該是右手的重攻擊 就是啊 雜技一樣的這樣往前 一個翻滾 然後把人這樣拍倒在地 這個效果是跟雞腿是一樣的 然後 然後你還有一種用法 就是在右手上裝備一把大劍 任一把大劍 我們就裝備一把鑰匙吧 嗯 然後這個把它切成雙持 雙持狀態 並不是啊 左手的重攻擊就是 啊 雜技劍 雜技劍 同樣是可以拍到敵人的 但是就是比較 就耍帥用的 但是 並不是很強啊 並不是很強 嗯 稍等一下 我們切一下 我們看看我們錄了多久了 啊 OK 大概是五十多分鐘 啊 那麼這一批的話 我們就完成了這個 DLC2的 一小部分 一小部分 還沒正式開始打Boss 嗯 因為這個DLC其實比較菜吧 小怪其實是不怎麼強的 嗯 那我們再稍微收集一些東西 我們從這邊過去收集一些東西 看看能不能收集到 還是說放到下一次呢 那就剛才放到下一次吧 因為這個收集的過程還是比較 比較長的 我們需要把這邊的這些 拉桿啊 捷徑啊 全部開開來 嗯 需要走很多的流程 然後再去 嗯 收集一下這邊的這些 用那些桶哥 啊 可憐的桶哥去引爆墻上的這些裂縫 一些裂縫去拿到一些隱藏的寶箱 啊 這個過程是比較淡疼的 嗯 所以說 我們先等會吧 先等會吧 就等下一集好了 嗯 OK 那麼黑暗之魂的第23集 DLC2 鐵之谷王DLC 那麼就到這裡結束 啊 完全沒有受苦 真的太強了 好 那麼就到這裡結束 好 我們下一集視頻再見